这叫康熙的翠毛兰 看康熙的翠毛兰用著名料画 像山水画一样 水墨分五色 墨分五色 但是这是著名料 一种清脆亮丽的感觉 这是康熙的大鼻桶 那时候的鼻桶比较宽 有的还是收腰型 也叫鼻海 这个盖已经没了 用一个木盖代替一下 看看这边一个康熙的大花孤 什么叫翠毛兰 这叫翠毛兰 锦皮亮幼 又跟台结合的非常紧密 叫锦皮亮幼 常有说这个 现在拍卖 好像也是流排的很多 当然拍卖会也不保证了 也要靠自己的眼力了 所以要参加拍卖的话 要有三例 眼力 还有财力 还有破例 看你敢不敢买 看这大花孤 很漂亮啊 看这个山水花 这种叫做披麻村 所以这种话 人物 康熙的时候就是山水都相连 整个 我做这些视频其实并不是想去 卖网友 一些什么瓷器 我的瓷器都要上大牌 我不收藏这些绵羊器 我都要上大牌的 所以网友不用担心 网上经常都有一些说假话的 都想骗网友的 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 所以我的产品呢 都是在拍卖会上买回来 然后再捡个漏 然后再去上大牌 只有从拍卖会上买回来 不要到地毯上捡 地毯上很难捡到漏了 这个年代已经没有漏了 连拍卖会上 其实捡漏都很难了 但是要有一些技巧 还是有机会的 你要知道怎么去拍 还是需要有技巧的 而且要经常去看 知道什么是对的物品 什么是错的 网上很多人嘚巴嘚巴的 在那讲 拿出来一眼假 拿出来的我都不用看实物 一眼假 那些人还在那嘚巴嘚巴 在跟网友说 我看下面点赞的一堆 真是受不了 真是受不了 所以这个是很可悲的一件事 很多人在网上就在那 拿出一堆不对的东西 在那去讲来讲去 误导网友 收藏是一种投资 收藏对的是一种投资 收藏错的就是打眼 这就是康熙时代的脆毛蓝 紧疲亮幼 一定要掌握好它的这种蓝色 这种轻快亮丽 这种蓝色 墨分五色的感觉 让别给大家看 这种蓝色的感觉 陽光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